出了十三个行街过海珠桥 黄浦港背山面水风平浪静 民国十三年一所改变了近代中国人命运的学校 就在这黄浦港边创立 黄浦军校原名陆军军官学校 创校至今六十五个年长 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六号军校正式开学 国父孙中山先生出任该校总理 先总统蒋公亲任第一届校长 而后他曾经东征也曾经北伐南征北讨效命江场 在中国大地上立下了汉马功劳 公鸡标饼 黄浦以夫妻国民革命的重任自居 也成了塑造革命军人鸿鲁的代号 而大地的战争与和平周而复始 黄浦总是置身其中 黄浦岛上一座东征正王将士纪念坊 冷清的门面纪念着民国十四年 军校第一次东征战役 壮烈西深的中环 一座东江镇王烈士墓 则是纪念东征期间 抛头颅撒热血的军校烈士 乍看之下 烈士墓一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粉 仿佛正是踏着仙人的鲜血 奋勇抛洒着年轻的生命 世思无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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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